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最近加拿大疫情持续爆发 那加拿大政府呢也刚刚宣布即将关闭边境 那所有非加拿大的居民以及非PR持有者是被禁止入境的 当然除了美国公民之外 因此在加拿大境内持有不同签证的小伙伴会受此影响 那首先呢是那些在加拿大境内持旅游间的小伙伴们 我们可以帮助你申请延期 甚至可以帮助你做旅游间转学期 以防身份失效 其次是那些申请移民已经通过即将登陆的朋友们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移民局的webform形式来解释说明 并申请延期的 那具体的操作你也可以过来找我们 其次对于那些在境内持有学签或工签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的身份即将到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延期 如果你的身份已经过期 可以联系我们帮你考虑申请恢复身份 或者申请Temporary Residency Permit 第三类人呢就是那些申请移民已经通过 即将landing的小伙伴们 无论您是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登陆 或者是已经错过登陆时间 其实都是可以通过移民局webform的形式 来进行解释说明并且申请延期的 具体的操作你也可以过来找我们 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小伙伴们 出门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请洗手 好吃拿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